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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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凭他写的那些 打到他进医院算是便宜他了 慢慢的 我发现了江秦的异样 他开始有自己的小心思 跟我划清了界限 不再跟我一起回家 不再找我一起吃饭 原来是因为有人传了我们俩的绯闻 说我们在私下交往 我当即去班主任办公室 心里沉淀 我发现自己不可控地喜欢上了他 喜欢到想起他就会笑 见到他总是忍不住想抱他 可又不得不克制这无处安放的情感 但现实给了我当头一棒 某一次周末回家 他神秘兮兮地拉着我 说了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 陆子明 我交男朋友了 这次是真的 不是绯闻哦 思绪一下就把我拉回了初三那年 年纪上吵得沸沸扬扬的我们俩的绯闻 传得有模有样 说我对他怎么关怀体贴 他又怎么依赖我 如果那个时候我不去澄清 会不会我们也会变成真的呢 我苦涩一笑 给我说干嘛 不怕我抱你出去啊 他挽着我的胳膊 摇了摇头 怎么会呢 你是我最好的子明哥哥 嗯 就冲他这一句子明哥哥 我强忍住了自己心里的酸涩 替他瞒着一切 后来 我只能再替他打配合 隐瞒他约会行程的时候 才能听到他叫我子明哥哥 不知道怎么的 不到两个月 他就被江叔叔抓包了 江叔叔怒气冲冲 提着他回到家 关门声巨响 隔着门 我都听清他们的吵架声 庆幸我们住在一楼 我可以从窗户悄悄爬进去 看着他眼睛通红的样子 我装作散漫的样子 像真性的关怀了他几句 谁知他直接劈头盖脸一顿骂 陆子明 肯定你是告发我的 不然我爸明明加班 怎么会去电影院读我 我哭笑不得 我要告发 肯定一早就告发了 江琴 在你眼里 我就是这样的人吗 我喜欢你 喜欢到只要你能开心 我什么都可以放弃 他拿枕头砸我的样子 莫名很可爱 我好想抱他 没想到他主动给了我这个机会 他指了指自己的旁边 示意我坐过去 而后他埋头在我的肩膀 哭得不能自已 我小心翼翼地把手搭在他的肩膀 轻轻拍了拍 似乎这样 我们就算是拥抱了 好好的初恋 就这么无疾而终了 他啜泣着低吟 没关系 以后还有我 我会陪你走到最后 陆子明 你会永远是我的哥哥吗 他忽然止住了哭泣 仰头看着我 抿了抿唇 认真的样子 让我有些无所适从 我微微一正 会吗 会的吧 可我不想只做哥哥 我想做你的爱人 陪你一起走下去 但我给出的答复是 会 我当然永远是你的哥哥 有任何事情我都会挺你 他紧咬着唇 眼里挤出了晶莹的泪珠 垂眸不语 也不知道是不是太感动 那个时候的我 压抑着自己的情感 以哥哥自居 却不得不眼睁睁看着他 一个接一个的换男友 江晴高考没考好 我去了北京求学 他选择留下来复读 离开那天 我非常不舍 因为妈妈说我们会搬家 以后跟江晴见面的机会 越来越少了 这次是真的要成你学妹了 他扯着标准的微笑 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故作沉稳地说 好好学习 别尽想着谈恋爱 我不在 没有人关照着你 也不知道那些男的 是不是渣男 江晴耸了耸肩 冲我眨眨眼睛 放心吧 陆子明 老娘现在见渣能力一流 绝对不会上当 我看着他有一瞬的失神 江晴 再叫我一声 子明哥哥好吗 或者 再叫我子明 只把我当作 你的唯一依靠 好吗 加油考到我的学校 我提前去给你探路 最后 我只说了这句 他点了点头 潇洒地转身离开 而我盯着他的背影 看了好久 上大学的第一学期 宿舍的男同学们 不是谈恋爱 就是打游戏 只有我每天蹲图书馆 他们说我活得像个古人 甚至一度怀疑 我不喜欢女的 我当然喜欢 我还有一个 埋在心里许多年的人 每次学习累的时候 我会点开江晴的头像 凭借看那 寥寥无几的朋友圈 揣摩着他 每天的生活 他已经很久 没有更新过朋友圈了 我们的对话 还停留在上个月 他说学习压力大 我犹豫着 要不要给他发条消息 却发现 似乎我无话可说 直到有一天 他打电话给我 哭得不能自已 子民哥哥 我不知道怎么给你开口 可我真的没办法了 我爸妈要离婚 我没人要了 他断断续续 辞不达意 最后我终于问明白 发生了什么事 我要去做手术 给我转点钱吧 我愤怒至极 拳头生生朝着旁边的 强杂了十几下 斜一滴一滴 顺着手指滴落在地 可我感觉不到疼痛 我脑海里只有一个想法 立刻回去 看看他有没有事 在狠狠收拾那个渣男 坐上飞机的时候 我仍心有余悸 怎么偏偏我不在的时候 他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江琴 你怎么就不能保护好自己呢 见到江琴的时候 我所有的质问都哽在喉咙 说不出一句话 曾经喉减肥最厉害的他 如今瘦得都撑不起衣服 他苍白的脸上挂着一抹无奈的笑容 抱歉啊 我不想让你看到我这么狼狈的 我没出声 默默交钱 等他进了手术室 我才释放出自己的情绪 说出去也有点丢人 在医院的厕所 我一个大男人竟然捧着脸哭 差不多哭够了 我才起身 洗了一把脸 坐在走廊上等他出来 他很虚弱 不想说一句话 我也不再过问 默默买好所有日用品 记下医生说的各种注意事项 领着他回了家 回到他家 我才知道他父母离婚的消息 原来一向沉稳的江叔叔 居然出轨了 还有了第二个家 而他妈妈受不了这个刺激 直接回了娘家 所以他一个人孤独无一 就随便找了个男人吗 我做不到不去想那男人是谁 但我一直压抑着那份想刨根问底的心情 在我离开之前 因为我心绪不宁 切菜切到了手指头 他给我包扎的时候 我终于忍不住开口质问了 那个男人是谁 你小月子这么久 他凭什么不出现 就这么隐身 说好的见渣能力一流呢 你这样我怎么放心你一个人 我知道再这样下去 我肯定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所以我收回了手 刚包扎好的棉布上 又渗出了血迹 他动了动嘴唇 却一个字也没说出来 就连这个时候 他也不愿意说出那个人是谁 大概是爱惨了他 我心里涌出一阵酸涩 眼神复杂地看了他一眼 我后天的飞机 明天等你状态好一点 给你补补课 休息这半个月落下了不少 希望回去还能跟上进度 他轻轻地恩了一声 我扭头不再去看他 江琴 你就不能为自己考虑多一点吗 你才18岁 还有大把好人生 你还有我 给江琴补习的时候 他难得展露了笑颜 甚至还会给我开玩笑了 我松了口气 故作轻松地说 你这基础不够扎实 想考到我的学校 可能有点困难 他眼底的落寞转瞬即逝 我甚至没有捕捉到 不过别担心 哥会帮你弯道超车 事实上 等我回到北京后 他并没有主动找我 即便我编了很多理由 去找他说话 他也只回复了 很简单的几个字 慢慢地 我们的联系变少了 仿佛因为那件 不可提及的秘密 反而把我们 越推越远了 大三那年 我的好哥们 窜多着搞了一个联谊会 有个女生 哎我特别近 他们就起红说 我们成一段 江琴已经在上大一了 刚发的朋友圈 是他在晚会上的表演 我注意到有一张 有一个男生 靠他非常近 大概是酒精麻痹了 我的脑子 我顺势 对那个女生说 倒也不是不可以考虑一下 后来我才从 哥们陈玉那里得知 这个女生 喜欢了我很久 可算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 我第一次跟他约会的时候 收到了江琴发来的照片 老哥 这是追求者一号 下面那个十二号 帅吧 挺帅的 不过都不适合他 林珊为了这次约会 精心打扮了自己 我压根没注意到 只盯着手机笑着回消息 直到他大吼一句 陆子明 我这么大一个人 站在这儿呢 你手机是一女朋友吗 抱歉 我们去吃饭吧 林珊是个很好的女孩 只是跟我不适合 她懂得照顾人 记得我不吃姜 还会主动给我加菜 我看着她身后的郁金香出了神 那是江琴最喜欢的话 抱歉 我想我还是做不到 我们就到此结束吧 林珊挪了挪嘴 苦笑说道 其实我早就知道有这个结果了 他们都说你是高领之花 打赌让我拿下你呢 没关系 不就是读书了吗 我林珊说得起 我结完账 送她回了宿舍 她大方地抱了我一下 一日情侣我也很满足了 以后有用得找我的地方 尽管开口 做不出情侣 咱们还是朋友 她很开朗 很健谈 是个很好的朋友 陈玉听到 我连女孩子手都没拉的时候 下巴都惊掉了 拜托 那可是林珊啊 外国语学院一只花呀 你就这么错过了 不可惜吗 可惜什么 不合适就是不合适 我笑着点开手机 回复着江秦的消息 难得今天她打开了话匣子 我得抓住机会 多说几句话 谁料 陈玉一下抽走了我的手机 举得老高 我说呢 连院花都看不上 原来藏着一个小娇妻呀 置顶这类的备注 都是些什么呀 又见花开 我靠 陆子明 你好骚啊 我夺回自己的手机 忍住了打她的冲动 关你屁事 陈玉还在我耳边 不停地发表着她那一套歪理论 而我的思绪飘远了 江秦喜欢花 我记得有一次 我们两家一起去花海玩 她死死盯着我身后的花海 我还开玩笑 问她看我干嘛 她轻横说 谁要看你呀 我喜欢花 最喜欢玉金香开的时候 所以在给她做备注的时候 我备注了一个 只有自己才懂的暗语 不是女朋友 是妹妹 我给陈玉解释道 因为再不堵住她的口 我都快成为一个 只会一银的变态了 她回味过来 泽泽 这美女长得真的好看 既然是妹妹 介绍给我呗 你知道我每段恋情都无疾而终 大概人家都觉得 我只知道打游戏太无趣 滚 得了 联系方式推一个 哥 你说我亲哥 我藏起来的人 能随便给吗 但命运也挺神奇的 江秦还是见到了陈玉 她大三那年 我正准备申请出国留学的事情 她没提前给我打招呼 就来了北京 她知道我在哪个宿舍 直接在楼下等我 谁料被陈玉提前截了虎 她带着江秦绕了好几圈 才给我打电话 陆子明 你不在图书馆啊 哎哟 我还带着咱妹妹 绕了一大圈来给你惊喜呢 这臭不要脸的 我立刻冲了出去 差点连鞋都穿错 看到陈玉那一脸见笑的样子 我捏紧了拳头 江秦一身黄色的碎花裙 温婉知性 整个人成熟了不少 哥 陈玉说你要出国 是真的吗 刚一见面就聊分开的事 未免太伤感 没瘾的是 想吃什么 哥带你去吃 事实上 这次见面 我跟江秦并没有太多的时间独处 因为陈玉干什么都要凑一起 那会儿我真的烦死她了 可后来 我最感激的也是她 在我拿到心仪学校的offer之时 江秦特意赶来了北京 同时带上了一个男生 哥 这是我学长 对我很好 我带来让你过目 替我把把关 他语气轻松 仿佛我真的是他的哥 一顿饭吃下来 我能看出来他 看向那个人的眼神里 都充满了心性 确实很喜欢他吧 我的心像是 被人撕开了一道口子 伤口无论如何也愈合不了 临别时 我郑重对那个男生说 是男人就有点担当 对我妹好一点 她是个很好的姑娘 江秦颤抖着声音 喊了我一声陆子明 我回头 看到她眼里有一抹金银 却笑得灿烂 陆子明 你要开心哦 嗯 但愿吧 我没能出国 因为我爸被人骗了一笔钱 包括他存给我的学费 和一笔贷款 为此 我不得不放弃深造的机会 找了个工作 好在老板不错 奉行多劳多得 为了尽快赌上贷款的窟窿 我不得不没日没夜的工作 再见江秦 我已经连续熬了三个通宵 脚步都是虚浮的 怎么突然不去留学了呢 也不告诉我 她跟着我回到我的出租屋 又不是什么大事 没必要 她的眼里闪过一抹惊叉 然后轻轻靠在我的肩膀 哥 我分手了 求安慰 彼时的我 已经被各种事情压得喘不过气 但我也耐着性子哄着她 她问我 为什么要对她这么好 我还能说什么呢 因为我说过一辈子 把你当妹妹 江秦在这回家住了一晚 我发现自己内心 竟然毫无波澜 大概已经接受了 我们这样的关系 所以更加坦然 房子是我跟陈玉合租的 她睡我的床 我跟陈玉挤了一下 哥们 说真的 我觉得你好像喜欢江秦 没有的是 但是你看她的眼神不一样 对 就是眼神 不像是看妹妹的眼神 陈玉 我跟她 只能是兄妹 这是她说的 不可能改变的 不管她有多少个男朋友 甚至她以后结婚生子 都轮不到我 不过 我想过了 当哥哥 那也是一辈子的羁绊 认命吧 陆子明 还是不对劲 他怎么忽然就来北京实习呢 难道 是为我来的 拉倒吧 你有我妹的男朋友帅吗 陈玉叹息一声 结婚又不是看脸的 看心好吗 江秦在北京待了三个月 时不时就会来我家蹭吃蹭喝 一来二去 跟陈玉也熟了 陈玉这人 长得不够帅 但是为人很幽默 总是能让人感觉很舒服 江秦毕业后 留在了他实习的那家公司 租的房子离我小区很近 其实我们见面的机会不算多 倒是陈玉经常没事传个局 让他来吃饭 他成熟了很多 举手投足间 尽显女人味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渴望爱 他的恋爱总是无疾而重 我感觉他来我这 十次有八次 都是因为失恋 公司组织体检 我的检查报告里显示异样的时候 我第一时间告诉了陈玉 他是我唯一值得信赖的朋友 他吊锒铛地说 放心吧 哥妈 你那体格能有啥事啊 体检机构不准的 别信 退一万步说 你不就担心你妹吗 就算有啥事 你妹妹我替你养了 我踢了她一脚 洋装生气地说道 这才是你本意吧 臭小子 但其实 我心里是慌的 因为拿体检报告时 那个医生建议 我去大医院再做一次检查 说结果十有八九都一养 我不敢再天天熬夜 偷偷去大医院 做了一个全身检查 我工作的时间 我纠结一番后 跟医生商量了保守一点的治疗方案 等我忙完这个项目 就来手术 医生官方地说 尊重病人的意见 我爸被骗的钱 我马上就赚够了 我想再努力一点 存够他们的养老钱 让他们也能轻松一点 所以我不能停下来 但江琴 再一次来到了我家 红着眼望着我 陆子明 我又失恋了 可以借个肩膀靠靠吗 他靠在我的肩膀 泪水浸湿了我的衬衣 甚至他不经意地抱住我的时候 我的心 好像被人死死攥紧了一样疼 以后 我应该没这样的机会 去安抚他的情绪了 就让我最后再任性一次吧 我克制地拥住了他的肩 仿佛我只是个知心大哥哥一样 安慰着他 天底下好男人那么多 你又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 那你呢 你会是吗 当然是啊 我还会给你找个嫂子 跟我一起疼你 他不再出声 夜静的可怕 也让我认清了形势 第二天 我打通了灵珊的电话 约他见一面 灵珊穿着紧身皮衣 蹬着高跟鞋 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差点没认出来他 怎么了 漂亮到 让你不敢说话了 说真的 我还是单身 要不考虑考虑我 我差点没一口水枪出来 我请你来 是想让你帮个忙 希望我不会太唐突 请他帮我做一场戏 骗过江琴 让江琴对我失望 天哪 大学霸 你说真的吗 我真的可以再跟你做一天情侣 我介意什么 没死了好吗 其实我不介意来真的 不如假戏真做了咋样 我生病了 癌症 所以 我把他摘下墨镜 默默抱了一下我 没有废话 积极配合治疗 该享受享受 别说这些了 先请你吃个饭 咱也要享受美食吗 我跟林山达成了共识 等下一次江琴 说要来我家的时候 他就过来陪我做一场戏 本意只是想让江琴 不再记挂着我 去过好自己的人生 因为这个月我去过医院 医生说我扩散很快 保守治疗作用不大 必须马上入院接受治疗 除非我不想要命了 我挺想要命的 想看到江琴结婚生子 最好是生个女儿 长得像他 陆子明 看我带了什么 你最爱的臭豆腐 江琴一脸欣喜地推开门 林山正勾住我的脖子 做事要亲我 陆子明 这位是 林山故作娇羞 藏在我肩窝问我 我转身 大方牵起林山的手 走到了江琴面前 认识一下吧 这是我林家的妹妹 叫江琴 这位是林山 我的女朋友 大概是太过惊讶 江琴手里的臭豆腐 差点没拿稳 不过转瞬 她便恢复了淡定 她淡淡一笑 走到我身边 胳膊肘撞了我一下 可以呀 陆子明 你这铁树终于开花了呀 我一改往日的态度 皱眉沉着脸对了她一句 你嫂子还在呢 别这么没规矩 如果你这样没个正行 以后就别来找我了 她愣在原地 眼里似乎翻涌着泪花 放下了那碗臭豆腐 转身离开了 毫不拖泥带水 关门前 她扭头露出一个微笑 陆子明 祝你幸福 这就是她呀 看似有情有义 实则果断的不能再果断了 啪的一声 门关上了 也把我的路堵死了 林山嘖嘖两声 喜欢人家就大胆说啊 搞这么一出 学霸 我真瞧不起你 当年最好的时候 我没开口 现在我一地鸡毛 你觉得是我能开口的时机吗 林山摇了摇头 陪着我吃完了那碗臭豆腐 拉得她眼泪鼻涕一块流 我似乎看到了小时候 江秦在我面前流鼻涕的样子 慢点吃 没人跟你抢 她忽然凑了过来 说真的 要不要跟我试试 我有钱 我可以帮你的 我推开它 不能耽误了你 林山走后 我打开行李箱 收拾起了东西 明天就要入院了 我爸妈也会来这里 希望江秦以后能独立起来吧 江秦这丫头有时候决绝起来 还挺绝的 我让她别来找我 她真的再也没来过 整整半年 我都没有她任何消息 没办法 我只能旁敲侧击 从陈玉那里套消息 这小子已经开始追江秦了 他们在一起似乎也不错 陈玉应该会照顾好她吧 第一次手术恢复的不好 我只能在医院住着 还好庆幸自己 毕业的时候买了几份保险 加上老板也很给力 给了我一些资金支持 所以钱方面的压力 不算特别大 子明 你正坐起来 爸爸妈妈都在这里陪你 要不要我给江秦打个电话 听说她也在北京打拼呢 之前我碰到她妈妈 说她现在可拼了 我哑着嗓子 阻止了我妈 人家正忙呢 别打了 我妈仿佛一夜就白了头 说实话我挺不笑的 还没让他们享福 就生了病 害得他们为我日夜操劳 我生病的事情 除了陈玉和林珊 其他人我都没说 所以大部分时候 在医院的日子都是无聊的 只有写着像小学生一样的日记 记录自己每天的生活 等下次治疗结果还算不错的时候 我终于可以出院了 我偷偷去到了江秦工作的地方 看着她成熟稳重的打扮 与同事谈笑风生的样子 放下心来 后来我的主治医师告诉我 国外有一个研发团队的新药 需要临床试验 再找志愿者 问我愿不愿意 我二话不说 答应了下来 我如果能活着回来 一定要捧着一束玉金香 去江秦面前 让她嫁给我 但老天没给我这个机会 人大概是知道自己快要死的 那种冰死的感觉很清晰 就像油灯被风吹着 在做最后的挣扎一样 但无法告诉身边的人 我已经丧失了吞咽功能 就连说话都十分吃力 新药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大的作用 反而因为水土不服 整个人瘦了很多 我妈抹掉眼泪进来的时候 我看出了她的无措 万幸 这次生病没有花太多钱 还能有些结余 留给爸妈安享晚年 我告诉了妈妈一个秘密 说我喜欢江秦 却不得不跟她闹翻 她没有觉得我幼稚 只是笑着说她知道 她消失了 我看到了那年 我说有女朋友的时候 江秦哭到眼睛都肿了 我甚至看到了 她偷偷盯着我的照片发呆 陈玉按我所说 大胆追起了江秦 他们终于在一起了 我也应该要离开了 可我还想继续守护着她 我让所有人都保守了 我已经去世的秘密 就是怕她伤心 可她终究还是知道了 她放弃了跟陈玉结婚 回到了我们的家乡 回到了我们曾经住过的地方 只可惜物是人非 当妈妈告诉她 我喜欢过她的时候 我看到了她的泪 想再努力去拥抱她一次 可只能吹起一阵风 让花落下 自此 我从她的世界消失 未来 再与我无关 番外 江秦视角 自从青春期以来 我一直有个秘密 我喜欢上了 跟我一起长大的 林家哥哥陆子明 说是哥哥 其实也就比我大两个月而已 他会故作深沉 让我叫他哥 可是我总是喜欢叫他子明 我知道他喜欢干干净净 身材很瘦的女孩 所以我为了减肥不吃饭 结果却晕倒 换来了他的一顿骂 其实知道 是他抱我来的医务室 我的心都要雀跃地跳出来 他还说我再不吃饭 要来我班上喂我 我心说 你来啊 来了我就可以说 你是我的 看那些女生 还敢寄予你不 可是我不敢 我胆子小 我怕一旦开口 连朋友都没得做 年纪里 有我们的流言蜚语的时候 我其实还有些小激动 我在期待他会怎么做 谁知道 他找到班主任 一正词严地说是我哥哥 行了 陆子明你既然那么想当我哥 那我也一直做你的好妹妹 我一直怀疑他对我有点什么 朋友给我出了个主意 让我找个人假装谈恋爱试试他 我试了 失败了 当我心灰意冷准备跟那个男生坦白的时候 被我爸撞见 我们吵了一架 我爸扇了我一巴掌 他自己都不干净 凭什么来管我呢 陆子明偷偷潜入我房间 我以为他至少会关心一下我的内心 可他没有 即便我说我的初恋没了 他也面不改色 所以我下定决心 豁出去地问了他一句话 是不是愿意一直做我哥哥 他肯定地回答 击碎了我所有的妄想 即便我为了跟我爸赌气 身边的秘密男友 一个接一个地换 他都从未表现过任何一样 我只知道 自己跟陆子明是不可能的 以后 我也只会把他当哥哥而已 我复读那年 我爸终于跟我妈摊牌了 说自己有相好 要离婚 你看啊 男人的爱就是这么廉价 当初追我妈的时候 信誓旦旦说 一辈子要对他好 可现实呢 只有我妈走不出来 他早就跟别人有另一个家了 我心里苦闷 没有人可诉说 想到陆子明在大学 也许都有女朋友了 我也不敢打扰他 生怕自己越界 我做了一件 令自己最后悔的事情 当时爸妈因为离婚 炒翻了天 家里能砸的东西都砸了 我自己一个人跑去了酒吧 有人来搭讪 只因为那人的侧脸 长得有点像陆子明 我就跟着他走了 在那个光怪陆离的梦里 我一遍又一遍地 喊着陆子明 谢谢你来救我 可我知道 眼前的人不是他 我坠入了一个 自己编造的梦 事后 我很后悔 立马去要店买了药 那个时候我没有朋友 几乎都是一个人吃饭 一个上学 学习状态也很不好 我妈因为我爸出轨的事情 扔下我回了娘家 而我爸忙着哄她的小儿子 根本没时间理我 我一个人 就像是飘零的扶贫 无人可疑 直到我发现自己身体的异常之时 已经晚了 我怎么也没想到 吃过药还能怀孕 可我已经没有人可说了 我酝酿了两天 要打给陆子明求助 但都不知道怎么开口 那天还是因为我不小心 摁倒了电话 才拨了出去 我不知道 以什么样的心情 说出来那些话 只知道哭 恨自己没用 恨自己像个贱人 恨自己这辈子 都不可能跟陆子明在一起了 他没有抱怨 立刻飞了回来 陪我去做了手术 快要离开前 他质问我 那个男人是谁的时候 我一个字都不想说 本来就是一个不认识的人 因为长得有点像他 我就那么随便地 交出了自己的第一次 说了 陆子明肯定会觉得 我是个很烂的人吧 我在他眼里 看到了那种情绪 我告诉他 我会好好读书 谢谢他来照顾我 他照顾了我半个月 替我跟学校请了假 完全像个体贴入微的大哥哥 我很想问 陆子明 你是不是真的 只把我当妹妹 可我没资格开口啊 再后来 我努力学习 考上了本市的大学 因为热衷参加社团 有不少男生追我 可我一个都不想选 大概是那些太痛苦的经历 让我对爱情丧失了信心 就这样度过了我的大学生活 陆子明打算去国外读书了 为了让他觉得我过得好 我特意找来了学长演戏 说是我男朋友 他让学长好好照顾我 他不知道 我的眼里看不到他是无法有光的 我们聚少离多 再见面的时候 竟是有些不知道说什么 直到他开口 问我男朋友呢 我才灵光一现 反正我在他眼里 都是感情随性的人 不如索性伪装成失恋 这样就有了一个正当的理由 去他家 靠在他肩膀哭 甚至有时候 还可以假意拥抱 也就是这个时候 他才会无条件 借自己的肩膀给我 所以我不得不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渣女 每隔一个月就分手去找他哭诉 我曾想过他一直没女朋友 是不是在等我 可我没勇气开口 后来他大概是厌倦了我这样无止境的骚扰 所以给了我最致命的一击 他牵着一个女孩 说那是他女朋友 冷漠地对我说以后别去找他了 那一刻 我的天塌了 那个女孩很漂亮 跟他很相衬 我的人生 好像就要终止了 陆子明啊 我不能再喜欢你了 终究是长大了些 喜怒不形于色 我微笑着祝他幸福 潇洒离开 只有自己心里知道那滋味多苦 关起门来 哭了三天三夜 忘不掉的 我不再更新朋友圈 不再愿意跟人交流 总是在夜深盯着他的照片看 后来 陆子明的大学好友陈玉 借着各种由头 出现在我身边 他追了我一年也没死心 我渐渐从阴影里走了出来后 在一个极其平淡的下午 答应了他 他是挺不错的结婚对象 我们顺理成章的交往 谈了两年 一直到谈婚论嫁的地步 我带着陈玉回老家 见我妈的时候 他俩聊天的时候说漏了嘴 我才知道 陆子明两年前去世的消息 那一刻 我的血液都凝固了 为什么 怎么可能 他不是明明跟女朋友去国外工作了吗 我对他的死讯一无所知 像是个无头苍蝇一样 跑去了曾经的家 那里早已物是人非 曾经我跟陆子明门对门 从五岁到二十三岁 那些点点滴滴涌上心头 我再也控制不住 嚎啕大哭了起来 男朋友安慰我 我只知道哭 后来大概是他看不下去了 给了我一个上了锁的盒子 我才知道 陆子明那个傻子 一个人孤独地喜欢了我那么多年 原来他一直都关注着 我所有的动向 可是他从没开口说过一句 大概和我一样 生怕开了口 我们再也回不到过去那单纯的关系 他的字一直都很好看 我终于看到了 十五岁的他写给我的情书 江琴喜欢花 我愿意摘下这个世界所有的花送给他 如果可以 婚礼上我要用玉金香花 铺满整个会场 让他置身花海 我的泪 尽湿了那张薄薄的纸 可我没有机会 再跟陆子明说一声 陆子明 你不知道 我喜欢的从来不是花 而是那年春天 那个站在玉金香花海前的少年 回眸对我一笑的瞬间 我爱你 如果你在天上 也能听到多好 可我没有办法再讲给你听 所以 我要带着你的爱好好活下去 照顾好叔叔阿姨 我跟男朋友提了分手 回到了从小长大的城市 找了一份离家近的工作 剪短了头发 平时跟我妈住在家里 周末去到叔叔阿姨的家里 替他们剪剪花枝 给狗狗洗洗澡 我从没在他们面前说过什么 更没有表现过任何异样 甚至很配合地说 知道陆子明在国外 我替他来照顾他们 但有一天 阿姨拉着我的手 眼里带着泪地说 其实在他们心里 早就认定了我这个儿媳妇 但陆子明在生病最痛苦 嗓子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之时 还坚持告诉了阿姨 有任何我需要帮忙的地方 一定要帮 这个傻子 就只知道默默付出吗 阿姨给了我一本日记 是陆子明在医院治疗的时候写下的 到最后字都歪歪扭扭了 为了不让阿姨看到我哭 我别过脸 刚好看到了那满满一院子的花 因为秋风拂过 落下朵朵花瓣 飘在地上 似乎像是在告诉我 我并不孤单 我默默流着泪 捡起了落下的花瓣 装在了瓶子里 陆子明你在等等 等送走了他们 我就来陪你 如果有下辈子 我要在一开始就对你告白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